男子聚在茶室外面 没想到话才讲一半竟然打了起来 其中一人被推了一下 直接跌坐在地上 另一人见状立刻挥拳打向对方 揪着对方不断猛揍 还用膝盖用力踢他 警方获报马上到场了解情况 事发就在台北市万华 男子和两名朋友相约一件茶室吃饭 一伙三人在茶室外聊天时 男子居然冤家路窄 遇到欠钱不还的仇人 因为对方借钱借很久 迟迟不还 于是四人就在茶室外头要来谈判乔债 结果乔债乔不拢爆发肢体冲突 警方售后获报到场帮忙化解纠纷 双方这才决定撤告 不过双方在公共场合打架 却不够成刑法妨害秩序罪 原因在于是偶然产生冲突 不是一开始故意引起争端 因此不够成犯罪